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涛 我现在在春天联欢晚会 现场直播的这个场地里面 给您拜年 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转眼了 其实已经22年了 我第一次上春晚是1995年 当年我还是个矛头小伙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当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一样 演出是次要的 我拿个小本 完了以后找所有的明星大王 来签字 春晚对我来说 应该说是青春年华的一个记录 我觉得我从一个 20岁出头上春晚 到今天我已经将近快50了 我的节目呢 有的时候呢 被选上上了春晚 也有被逼过的时候 上不了春晚 应该说欢乐也有 痛苦也有 这一次对我来说 应该是在春晚舞台上 首次尝试另外一种表演状态 过去呢 大家看到比较多的 比如说 我用最早我用山东话 猫柄 对吧 当演军人 后来呢 就开始演过 你谈上事 对吧 或者是我骄傲 这些带有比较强烈的这种地域特点 而且我前段时间 最早演军人 后来演的宝安呢 都比较多 今年是正儿八经儿 演一个家庭 关注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点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创新 我自己也是一个突破